在网上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惊人消息 在贵州省前南部一族苗族四十州 这片美丽而富有传统民族文化神秘色彩的土地上 一块巨石上有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五个繁体字 这五个字当地老百姓称为天属 后来当地政府将这个巨石命名为救星石 那么这块石头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2002年6月 远任陶坡村村之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 无意中发现一巨石上有禅党两个大字 他把城西堆放在巨石间的节感搬开后 发现石壁上隐约有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的岩石图案 字体均乘方正 每次进一尺见方 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 掌簿发现神奇石头的消息不禁而走 一传十十传百 前来探寻的游客先后给这块神奇的石头取下了天书 藏刺石 党名石 太阳石 神石等名称 而当地村民 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敬仰 把这块坠石称为救星石 救星石被多家媒体报道出来后 立刻引发争议 这几个字是天然形成的 还是人为打造的 如果这几个字如当地人所说早就存在 为何多年以来没被发现 2003年8月 贵州工业大学的地质学家 率领地质考察小组 来到掌布峡谷 开始对石头上的字进行科学鉴定 鉴定结果让人大为震惊 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是天然形成的 由画石组成 无人工雕刻粘贴的痕迹 专家判定的依据是 组成字的笔画是两亿七千万以前 生活在海洋中的海绵和珊瑚石 古时候贵州是海洋 后来陆地抬升 这些画石和海洋中的泥沙共同沉积 变成了一层层的岩石 才变成现状 虽然也有了专家鉴定 但一块石头上的五个字 组成了当代中国最常用的政治词语 而这些字的笔画 竟然是有着两亿七千多万年古生物画石 听起来却有天方夜谭之感 鉴定的结论可靠嘛 这些上亿年的画石 为何偏偏就组成了这几个字的笔画 而且排列的大小相仿 间隔一致 甚至连笔画的粗细都差不多 对于这样的结论 所有的人都将信将疑 2003年9月 贵州省国土自愿厅的专家 再次对掌步骑石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与之前如出一辙 这几个字是由两亿七千万年前的古生物画石组成 最后根据图片看来 中国共产党几个字确实是长年风化和侵蚀所造成的 在结束的地方 似乎还有字被完全拨石无法辨认 根据推断 完整的字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几个字 很有趣的现象是 留下的字里 繁简互鉴 国和禅是繁体 中和共是简繁通用 读读党字是简体字 如果的确有人要造假骗人 他不会蠢到把简体字和繁体字混到一起使用 而且也不会把整句话完全造出 那样岂不是更有感召力 因此造假也是小概率事件